嗨,我是文子 上次给大家讲了我的工作是一名导游嘛 因为疫情原因 今年可能会一直处于失业的状态 明年还说不定呢 所以我这段时间在考虑要不要换一份职业 但是我想了很久 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做什么 前两天有人私信我 告诉了我可以去做销售 可以去做前台 可以去做文员人事行政 我看了那些招聘APP上面 他们的招聘要求 都是需要两年三年 以及更长时间的经历 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历啊 我所有的工作经历都是导游 我在想说要不就全职做自媒体吧 但是你们也看到了 我自媒体也就这样 可是难死我了 真的不知道要去做什么 实话实说啊 以前做导游的时候 收入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我们新知问收入应该是比 一般做文员行政的收入要高 换一份工作工资少一点 我是不太介意 但是如果工资直接减半的话 我觉得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难受的 你们身边有没有人 也是从事旅游行业的呀 他们现在是怎么打算呀 是打算继续等着 还是想说换一份职业呀 我有想过很多种可能啊 第一是继续等着 我可以等 时间不能等啊 金钱不能等啊 如果再这样等下去 我可能真的要喝西北风了 第二是创业 但是我没有什么启动至今 第三就是做自媒体 专心的做自媒体 反正我左思右想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就暂时先做自媒体吧 天舞绝人之路吧 这么多的旅游从业者 陪我一起失业 他们都不喜欢 我也想说 暂时就不要心慌吧 等着我觉得疫情结束了 我们旅游业的春天 可能就又来了呗